每一次碰上台风来袭 要不要放台风架 都让县市首长伤透脑筋 好像是昨天台东县长 跟屏东县长的脸书粉丝专页上 就被网友油盐灌爆了 因为大家很不高兴 县府太晚宣布停班停课的消息 还说回家的路全都被淹了 今天气象粉丝专页 台湾台风论坛上更分析 接下来要换成 中南部的县市首长头痛了 因为杜苏的台风 在过去一段时间走得太慢 如果今天 它偏北的幅度稍微明显 那么明天中南部要完全 脱离台风的环流影响 至少要等到中午 因此要不要宣布放台风架 中南部的县市首长们 会变得比较尴尬 杜苏瑞台风来袭 26号台东市区路面严重淹水 屏东也出现强风大雨 但两线县府都等到晚间六点 才开始停班停课 引来网友痛批 回家的路都淹了 等下班才说要放假 县长周春敏 饶庆明的脸书 更是被民众留言灌爆 东部县市首长伤脑筋 但接下来恐怕要换到 中南部的县市首长头痛了 因为脸书粉砖 台湾台风论坛分析 杜苏瑞台风过去一段时间 走得太慢 如果接下来 偏北幅度明显一点 中南部要等到28号中午 才会完全脱离 台风环流影响 接下来中南部要不要宣布放假 恐怕会有点尴尬 等到台风角度稍微在往台湾西南 这边靠近一点的时候 南部地区就会进入一封面了 就会开始有那种风雨的感受 真正影响比较大的会是在通勤这一段时间 明天的清晨可能中心才在这个金门的附近登陆 可是上午是在减速的过程当中 所以会变成县市首长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会有点尴尬 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先松口了 机会比昨天大一点点 那今天会几点发布 我们必须搜集这些资料以后 做精确的研判 那才能过去公布 那也许在8点 也许是9点 也许是10点 不一定 气象专家则强调 接下来还是要密切观察台风的路径和移动速度 只是每回遇到要不要放台风架 都会引发争论 记者综合报道